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连续在1996到1998年 每一年从京都大赛晋级到关西大赛 在勇多全国大赛的冠军在这三场例行比赛中 获得所有评审委员最高分通过 而且连续在九场大赛中得到第一名 三年都拿下三冠王大满冠 京都局的下一个目标是1999全国大赛 但是当时的全日本管阅联盟 有一个三出休赛规定 局高校1999年必须停赛一次 看住这样的比赛规则 我想台湾人一定不陌生 因为台湾的棒球队去美国比赛 几乎每年少棒队 青少棒队 青棒队 都是拿下冠军 勇夺三冠王 可以说每一年的棒球比赛 都是来自台湾的中华队独冠 或许为了防堵台湾的中华队版 美国的棒球比赛多出了很多新规定 但这些新规定在台湾人心里 都认为是一种技术干扰 也可以说是一种故意打压 还是后来台湾三级棒球的成绩 的确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 局高校2000年比赛压轴演出 但却没能拿到优秀团体最佳音色奖 甚至后来连续六年 未能晋级全国大赛